一旦年聚焦烏东巴赫姆特战场 从乌俄双方的说法就可以推估 目前俄军是控制了市中心 而乌军则是从两翼进行了局部的包围 因此实质上来说 仍旧是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 但俄罗斯可不这样认为 他们已经想把巴赫姆特改成前苏联时期的名字 甚至可以看到普京还拿出了17世纪的地图 说出乌克兰不是国家这样的论调 至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从海外回国之后 也前往距离巴赫姆特车程 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前线阵地进行视察 乌克兰士兵踏出残破建筑 继续在巴赫姆特外围和俄军交战 移动过程周围枪炮声不断 但所有人只能加速往前 设法从外围挺进施压 站车有时也得冒雨前行 乌军高层则在神秘地下室坐镇指挥 强调巴赫姆特并未完全沦陷 同一时间 瓦格纳也公布他们在巴赫姆特穿梭的画面 沿途只见断圆残壁 没有半点人烟 乌克兰似乎另有盘算 早在周围打造宛如地底王国的战壕 准备长时间消耗俄军战力 瓦格纳领袖日前才声称夺下巴赫姆特 现在又现身称赞起乌克兰军队 他曾形容乌军实力渴望成为全球第二 只是讲了半天绝口不提俄国正规军 美军退降形容这再次突显 俄军内部缺乏团结 尽管如此 普京还是做着帝国大梦 看着古地图幻想乌克兰消失 周二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带来17世纪的地图 与普京细细研究 最后得出乌克兰根本不该存在的历史结论 普京热衷看地图 相反的 周二俄罗斯基则是马不停蹄 又来到乌东盾内刺客 前线落军 他等于是结束广岛行就直接来到前线 喊话一定能夺下最后的胜利 但乌军信心倍增的还是美国队F-16战机开旅登 包括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F-16战机 欧盟也证实各成员国至今已提供22万枚炮弹 以及1300枚导弹给乌克兰 北约命书长说 援助乌克兰F-16战机并不会让战争复杂化 他强调乌克兰有权对抗入侵者俄罗斯北约不会因此卷入战争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遭到入侵攻击进入到第二天 虽然有民兵组织承认是他们所为 但正值乌克兰反攻之际 也被怀疑是不是逆袭的前奏呢 要请教资深记者邱婉荣 在俄乌边境有个地方叫贝尔哥罗德 这是位在俄罗斯的领土 不过他距离乌克兰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也因为在俄罗斯境内 所以他会试俄军后勤补给以及停靠点 当然也很容易遭受炮火攻击 没错 在最近他又出事了 最近有个武装团体是从乌克兰跨境占领 俄罗斯的贝尔哥罗德村庄 莫斯科这边就指控说 就是你们乌克兰的武装分子发起的 不过乌克兰这边也否认 他说这根本是出自你们克里姆林公之手 那么到底是谁呢 其实像有一个叫做俄罗斯的自由军团 他们就坦诚说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因为他们目标就是要推翻普清政权 他们说要完全的解放这个村庄 那么现在根据外媒纽车报导 他们就说俄罗斯在反攻之后 发现说这个团体用的是美制的装甲车 不过美国国务院是持怀疑态度 他们是说真的是吗 这我们还需要查证度 那么现在呢 这个团体到底是谁呢 我们知道呢 这俄罗斯呢 他们近年是多处遇袭的 不过乌克兰是否认入侵的 不过现在查出来据悉呢 这是有两个反普清的民兵组织所为 乌尔战争开打之后 在全俄罗斯最受影响的城市 就是刚刚说到的贝尔哥罗德 因为他离乌克兰边境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他也是俄军后勤补给的重要停靠点 因此俄罗斯过去就曾指控乌克兰 针对这里的除油设施进行攻击 而民兵组织袭击已经进入到第二天 虽然乌克兰始终驳斥 有参与袭击行动 但俄罗斯国防部依旧声明说 已经击杀了70多名乌克兰恐怖分子 玻璃窗震碎地面满是坑洞 空中又传来恐怖爆炸声 俄罗斯边境贝尔哥罗德 遭反普清的自由俄罗斯军团攻击 双方接连激战两天 民兵团体都是俄罗斯自家人 克里姆林宫启动所谓的反恐计划 撤离九座边境村庄的居民 并且从空中和地面展开反击镇压 二国官媒还抛出俄军在边境 抓到三名反叛武装分子的画面 那边俄军也加派大量兵力 到贝尔哥罗德巡逻 就是要让当地民众看到他们捍卫 疆土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 克里姆林宫宣称 这些恐怖行动都是由乌克兰恐怖分子所为 是要为俄军入侵乌克兰给政党理由 俄罗斯国防部同样再把火引到敌对的美国身上 说被逮捕的恐怖分子 当时还开着美国制的汉马车 同时俄国战机也在波罗的海拦截两架美国军机 乌克兰国防官员则暗酸 俄国当局选择性忽视民意 到处看脱 强调这次攻击不是乌克兰策动 但看在专家眼里 乌克兰只是表面上不明说 其实早就和反普清的自由俄罗斯军团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 专家认为乌克兰吸收这些反普清势力就能展开更多心理战 并且导引他们发动攻击 开辟新战场让前线俄军疲于奔命 发动攻击的自由俄罗斯军团也发布他们穿越俄罗斯边境的新影片 证明俄国边界防守脆弱 让他们可以轻易开着坦克过境 装甲车被毁也没关系 志愿军军团就抢俄军的来用 在开着搅货的军车回头打俄军 每个人身上全副武装 还在过境关卡排照留念 像在照告天下 俄国的边防就像指红的 俄国边境预袭后 普清还是参加了一场表彰优良国民的典礼 接受表扬的包括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 反普清的团体表示 普清政权越是极权迫害异己 或对乌克兰散播恐惧 他们就越要引捧印 用以牙还牙方式让普清政权垮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